花季少女突发重病 命运的捉弄让她们束手无策 花了这么多钱 四处求助的背后 有着怎样令人心酸的往事 不抛弃不放弃 亲人用爱种下希望的种子 我女儿太小了才21岁 我不想她这么小就断送生命手了 家人肯定是要支持她的 绝对不会放弃 就是勾勾也一样 女孩加油 都市情缘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情乱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芝 幸福配方是我们栏目策划的全省首当心理援助节目 每周六晚上七点半钟 请大家记得收看 好的来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两个家庭的故事 这两个家庭虽然素不相识 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相似 不久前他们家中备受宠爱的小女儿都患上了严重的血液病 原本幸福的家庭因此蒙上了阴霾 家住南昌的李群 女儿李金莲在今年四月 被查出患上淋巴细胞急性白血病 孩子如今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科接受治疗 我们在南昌市的一家医院的血液科病房内 见到了李群一家人 得知女儿患病的消息时 李群正在国外工作 当时是国际航班管控最严格的时期 因此李群的回家之路备受波折 然后在那个广州隔离14点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缩给那个隔离的地方一缩 我说我女儿患一白血病 现在在医院等着要化疗 她这里要我签字 然后我姐这些人签字都没有用 然后就用那个电脑扫描 扫个那个广州隔离的宾馆 然后我签的字 然后才第三年才化疗 李群的女儿李金莲 今年21岁正是花儿一般的年纪 在家人眼中 这个女孩性格乖巧 孝顺懂事 这些天来孩子因为病痛的折磨 而日渐消瘦的身影 大家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因为她是钱我们就没有去借 我都应该我觉得她好 她平时的好 我们就高兴 我们一家人都让她当保养 不管是舅舅还是阿姨 什么舅妈都是跟着保养的 我们都看着她很重 就搞点东西 自己搞就一个奇迹 陪女儿吃完午饭 委托哥哥姐姐代为照顾女儿之后 李群带着记者来到一个地方 原来李群带并非是李群的亲生女儿 而是李群收养的弃婴 如今李群就地重游 是想要打听女儿亲生父母的线索 奈何 捡到李金莲的旧菜市场已经搬迁 而在菜市场经营里的摊主 虽然都知道李群曾经收养了一个孩子 却都对孩子的来处一无所知 人家是在菜场 1999年在那里杀鸡杀鸭的 当时听到那个就是邻居说 在入口放了一个女孩 就是进菜场的门口 然后我就跑过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我看得挺可怜的 我就这样抱回家了 她放在一个纸箱里面 身上翻了一间就旧色的牢鱼 就旧的然后一个螺背也是破的 放了一个纸条 纸条上面写说 1999年农历三月初五出生 然后那个放了四毛十 然后放了一个奶瓶 好像一半包奶瓶 李群告诉记者 得知女儿的病情后 她就一直在四处打听 女儿的亲生父母的下落 可是这么久的时间 所有办法她都尝试过 却依旧一无所获 我目的就是希望她出来捐骨髓 后续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不捐 我也希望我的女儿 快点好起来 反正我不要你承担 你分钱的责任 钱我们自己会负责 不管花多少钱 我都不会放弃 李群所做的一切努力 只是想要减轻女儿的痛苦 保住女儿的性命 因为配我们的又没有 如果随时要 我们随时做多一切 其实你心里的想法 就是说想找她亲生父母 然后跟她进行配型 通过一土随一只的方式 她就没有这么痛苦 你知道我们看得多精心 被病痛折磨的李金莲 失去了开朗的笑容 年轻的她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觉得自己还有比较 忙碍的状态 是不是有一点 因为我们希望她快点好起来 没办法来找她的亲生父母 因为没有突然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小心找她 面对这样的女儿 李群觉得 只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告诉她一定能够战胜壁魔 才能给她重塑信心和希望 因此不管帮女儿寻亲的道路 多么艰难 她都不会放弃 我现在想起到这个娘娘 这个月都不时 不必要就负担一分两个人 有些希望都可以来见一娘 你现在找凶找几个女孩去吧 因为我们也能理解她是逼有无奈 哪有自己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扔掉的时候 他们也是没办法 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现在也请他们能理解一下我 就是想他们相见一下 就是见一点骨髓 因为我女儿太小了才21岁 我不想她这么小就断送生命手了 如果李金莲的亲生父母 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站出来 给正处于困境中的孩子 提供帮助 给予他第二次生命 当初你们把他放在了 人来人往的菜市场门口 一定是期待着 他能够被好心人收养 而善良的李群一家 在这21年间将他视如己出 是对得起你们期待的 如今也希望你们能够 像李群所期待的那样 站出来履行父母的职责 救下这个孩子的性命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李金莲亲生父母的 相关线索 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突如其来的严重疾病 让16岁少女备受打击 假如这个病人不治疗的话 他的治疗病程就是一个月左右 家人呵护朋友鼓励 能否伴他度过这一场风雨 龙方加油 我们都很想你 早日战胜并魔 我们大家都等着你 愿你不复时光 未来可惜 我们等你回来 加油 龙方 女孩加油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郁英博士奶粉六针 轻体配方 郁英博士为英美出品 都市放心游 省内代理现实开放 每个现实区警设 唯一代理 最大化保障 代理权益 省内景区深度合作 省外泄露独家演发 2019年旅客人数 突破10万人次 都市放心游 区域代理现实开放 名额所剩不多 现在拨打电话 07918227222 了解彼此 从现在开始 李金莲的养母 李群 没有放弃患病的孩子 想要通过我们 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进行骨髓移植 挽救孩子的生命 而在另一家医院的 血液科里边 另一个花季女孩 前段时间同样被查出 患有严重的血液病 这一家人又将怎么面对 这突如其来的风雨呢 今年16岁的罗芳是 我放弃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话 他们就不会为我这么操劳 拍摄视频日记 记录收获点滴 是罗芳的一个小爱好 只是在住院之后 视频日记里的笑颜 逐渐被苦涩和眼泪取代 女儿的状态让母亲方菊花非常担心 她只能一遍遍地鼓励孩子 这两天不要洗头 不要去洗头洗澡 吃东西要吃软实 不要吃那个好硬的东西 还有刷牙千万注意 不要用牙刷死劲地刷 用软毛刷轻轻地刷 防止出血 上厕所也一定要坐 不能蹲 千万不要蹲 她目前诊断为 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一型 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一型 那么她的治疗 最佳的治疗方案是做 一经造血干细胞移植 或者是用ADG治疗 那么患者因为她配型配不到 所以目前准备做ADG治疗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血液科的主任医师 李慧慧告诉记者 目前罗芳的病情不容乐观 需要采用ADG治疗 ADG是抗胸腺细胞球蛋白的 英文缩写 是一种免疫抑制剂 ADG治疗是指 通过使用免疫抑制剂 对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 进行治疗 治疗期间 患者需要生活在无菌环境 预防感染 这种病情 因为她的白细胞 血小板 血红蛋白 3C血细胞都非常低 所以在临床上 她的出血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假如这个病有严重的感染的话 感染系休克会要她的生命 或者她有严重的出血 脑出血的话也会要命 所以假如这个病不治疗的话 她的自然病程 就是一个月左右 妈妈 她现在血小板好低 所以你千万要注意 叫她那个给她准备的饮食 软食 不要给她有刺的东西 和硬的骨头的东西给她吃 防止她出血 股睡一只仓是一个无菌的 就是全环境都是无菌 为了就是保护患者 因为在做这个治疗的期间 患者有一个免疫的空虚期 就是把她的这个自身的免疫 全部摧毁 所以这个时候免疫力非常低下 非常容易感染 所以我们要全环境保护她 从环境上 饮食上都是要无菌的 我们医护人员进去 也要换无菌医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她 病人准备下周一进仓 就是开始做这个ATG治疗 即将接受ATG治疗的罗芳 要离开家人 在无菌环境的移植仓中 待很长一段时间 在女儿进仓之前 母亲方菊花 仔细地做着准备工作 生怕有所疏漏 她进去了 我又不能在她身边照顾她 然后我好像觉得有点担心 她自己也这样说 到时候妈妈不在身边 好像很无助 没关系的 不用怕 没办法 妈妈不能进去批女 知道吧 有什么不是的 你要跟那个护士姐姐说 你如果是自己动不了的 你要叫她帮忙 知不知道 除了要准备进仓的必需品 还有一件事 是在接受ATG治疗之前 罗芳必须做的 今天是我留这个头发的最后一天 因为医生说要去五星病房 要把它提醒光头 然后我希望我的病早点好起来 然后等我出院 我也希望她能够快一点地长到这么长 我就不用顶着光头出去见人了 16岁的花季少女 正是爱美的年纪 却因为治疗的需要必须剃掉绣发 这对罗芳而言 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 但是为了重获健康 她只能坚强接受 我的朋友跟同学 知道我得这个病的时候 他们都很 他们都很关心我 也很鼓励我 说我很坚强 很乐观 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们都在等我 就说 那时候我是最坚强的 不论怎么样 不管多久 他们都会一直在 一直等我回去 则是罗芳其向紧仓 接受APG治疗 她的朋友们 也给她发来了各自的祝福和鼓励 罗芳 加油 我们都很想你 早日战胜病 我们大家都等着你 愿你 不顾时光 未来可惜 我们等你回来 加油 罗芳 我们身体的药片 我们都开始下来 但从病痛的梦念 祝你早日康复 只要有精神步伐 就能战胜闭魔 希望你一天天 跑起来早日康复 我们加油 一连串的打击 让一个母亲心力焦脆 我的人生怎么这么缓和 是吧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真的压得我好难过 不抛弃 不放弃 亲人的爱 为她遮蔽风雨 家人肯定是要支持她的 绝对不会放弃 就是不过也一样 尽记点自己的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她想进一切吧 女孩加油 都市情缘 正在播出 长康黑芝麻油 为宝宝多吃点 为皮肤多吃点 为心脏多吃点 长康黑芝麻油 我黑 我营养 去腥味 提香味 烧鱼烧肉 长康料酒 冠状病毒不可怕 少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 勤消毒 七步洗手最有效 防大还得靠自己 帝国利民帝大家 南城博大耳鼻咽喉音乐 专利尊致 专业品质 电话8665个3 播开迷雾 直击真相 多去演示 真诚推荐 推波助澜 实力败货 下单买买买 将下一套全媒体直播平台 主播记者随时降业 大屏小屏即时互动 最快 最新 最潮 随时随地 看见江西 二直播 天天播 二直播 一直播 修学女孩 罗芳 因为患了重症 再生障碍性贫血 在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接受治疗 而在进 吴军苍之前呢 她需要剃掉 自己的一头秀发 这让正在 爱美年纪的她 有一些情绪低落 罗芳进仓的那天 哥哥罗涵 来到医院探望妹妹 反正就 倾尽自己的权利嘛 就这么一个妹妹 车子 车子 车子已经卖掉了 那个房子 现在挂牌在外面 为了给妹妹治病 哥哥罗涵 倾尽全力 卖掉了车子 并且将唯一的一套 在现成的房子 也挂牌出售了 她说 无论如何 她和家人 都不会放弃妹妹 我们农村里面 还有房子 就是委屈了两个孩子 然后反正不顾一切 我就只要能有希望 就会把妹妹这个病治好 妹妹她年龄差 比我那个小十岁 虽然说小时候 感觉不到 现在长大了 就是这种亲情 是割舍不掉的 罗芳生病后 全家的经济压力 都落在了 罗涵一个人身上 因此 平时她并不能像妈妈一样 陪伴在妹妹身边 为了鼓励妹妹 这次 哥哥罗涵决定 陪着妹妹替光头 哥哥哥的光头晒吗 晒 他现在要轮到你了 要坚强 知道吧 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 也是很漂亮的 嗯 虽然有了哥哥的陪伴和安慰 罗芳顺利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形象 但是看着哥哥帮自己收集起来的秀发 罗芳还是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最后我听一队人这样说了之后 正式到她哭 她说你你要这样的病啊 发生得很快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每天 每天晚上 白天 不过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滔滔的这里流眼泪 方举花说 只有这次ATG治疗成功 女儿的性命才能够保住 才能进行后续的治疗 因此这一段时间 她的精神压力都很大 好在经过治疗 罗芳的病情得到控制 6月23号那天 我们在医院 见到了结束这个疗程治疗的罗芳 真的挺想回去去学校的 他们 就之前我们 昨天就发了一个课券嘛 他就说 他就说 同学跟老师 还有宿舍的同处 还有 周围都在 都留着 都等着我回去 罗芳说 结束APG治疗之后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早日回家 重返校园 就是 没磨过面 那种 他们都说 都 都叫我照顾身体 早点休息之类的 然后休息 然后 叫我快点好起来 然后同学也是一样 他叫我 他说 他说等我好起来了 有学校 他说 他说食堂的东西都不好吃 要带我出去吃点好的 我真的 特别感动 住院的这段时间 很多时候 都是来自 朋友和同学的关爱 抚慰了 罗芳 忐忑不安的心 也正是朋友 和家人的鼓励 陪伴他度过在 吴军苍里 漫长难熬的时光 马上能快放暑假了 从开学前 我就开始待在这里 我不想在这里 待他暑假 只是 母亲方群花 从医生那儿了解到 女儿暂时还不符合 出院休养的条件 方群花坦言 临近端午假节 她也想带着女儿 回家看看 我想说 再过几天再说吧 我是这样想 爸爸 这个初六 两周年 我想回去 祭奠一下 带着孩子们 去看他到 在之前的采访中 方群花曾经告诉我们 罗芳的患病 不是这个家庭的 第一场风雨 两年前 她们曾经经经历过 更大的挫折 从来都没有受过 这么大的 惊吓 可以说 因为 她爸爸之前 就是两年前的 那个五月 从那 从那时候去 我一直也就是 换了这几个孩子 我才能够 有勇敢地活下来 她爸爸找的 对我的打击 真的很大 就从4月29号 发现了 我女儿得了这样的病 我是说 我的人生 怎么这么寒暗 是吧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真的压得我 好难过 罗芳的父亲 在两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离世 那是帮人家盖房子 盖房子 后来 她是 那天是没有 不是工作日 不是工作日 人家在 扎那个脑顶的钢筋 她上去喊一下 喊一下自己 不知道是 投影了 还是踩塌了 塞下了 塞死坏了 计划都没事 一下就塞死了 对方菊花而言 丈夫的忌日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每时每日都在想到她 不管什么事情 都是我那个老公 很有良心的 很关心 对孩子也是 还没从丈夫离世的痛苦中恢复 女儿又被查出罹患重病 双重的打击 让方菊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说这个时候 多亏了长子罗涵担当起了这个家 只是为了给妹妹治病 罗涵已经卖掉了车子和房子 而治疗的费用却远远不止这些 我们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科主任 主治医师余利那里了解到 罗芳的治疗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 如果六个月之后 她所有的血项明显的改善 我们认为此次的治疗有效 那最后再往下再去观察 两到五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可能才会逐渐恢复到正常 如果说她的血项在六个月之后 仍然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那我们认为这是病人治疗效果不好 这种这一类的这个病人 只有去移向益金造血干细胞移植 对此方许华表示 不管怎样 她们一家人都不会放弃女孩 家人肯定是要支持她的 决定不会放弃 就是勾勾也一样 尽量自己的最大的能力 去帮助她想进一切吧 两个花儿一样美好的女孩 因为命运的作弄 在本该飞扬的青春里 不幸染上重病 她们是不幸的 而家人的不抛弃不放弃 又在命运的风雨里 给她们撑起一片宁静的港湾 她们又是幸运的 加油女孩 度过这场命运的风暴 你们一定能够收获美好的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